Hello 大家好 我是龙哥 今天视频比较特别一点 不给大家安利多手了 省点钱 也不涉及各种干货 就想跟大家一起开一开脑洞娱乐一下 那我相信很多朋友在使用苹果产品的时候 都会跟我一样 时不准就冒出 诶 怎么苹果不出一个这样设备的想法 那有过这种想法 朋友可以扣个1 完全没有过的可以扣个2 那今天我就抛砖引玉一下 分享三个我觉得苹果早就应该发布 但是一直始终坚决没有引擇的这种产品 也欢迎各位 现在就可以开始那么或者留言 把你脑袋里的那个产品分享出来 没中我们不谋而合 那首先呢我们排除三类产品 第一类呢就是发布了但是割了的 放了鸽子的 比如AirPower啊 那第二类就是消息多多 那我们消息一定会来 但是目前未到的 比如说苹果眼镜或者苹果汽车之类的 第三个呢就是被时代的滚滚车轮淘汰了的 比如说Airport系列 扩虎 会不会不少朋友都没有听说过这个产品线 反扩虎 好了 我们一起开开脑洞吧 No.3 从鼠标说起来这两天苹果刚刚更新了这个鼠标键盘的产品线 造型更圆润嘛 数据线也换成Type-C接口了 但总体来说呢还是比较失望的 此次更新约等于没有更新啊 没有任何黑科技啊 然后鼠标的菊花插口也保持不愿 那一直我对苹果鼠标还是有所期待的 2018年入手过雷蛇的Hyperflux 无线充电鼠标 真的当时就觉得妥妥的黑科技啊 然后鼠标店连接电源 然后只要鼠标在这个鼠标店上就一直有电 鼠标店有各种光污染 虽然确实是有点贵啊 国内我记得要卖到3000了吧 我不知道啊 现在虽然在官网上还是有在的 但是好像也停售了买不到了 可能价格过于高昂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但是呢我当时就在想 苹果鼠标菊花插口这个事一直被各种诟病啊 而且苹果一直在往全无线的道路上狂奔 会不会参考这样的一个设计 而且我觉得这种黑科技就应该是苹果出对不对 那对于苹果来说再高的价格也只要够骚啊 够黑科技也不愁卖 所以呢有没有可能苹果更新鼠标的时候 会带上这种无线充电功能 然后配套一个既可以当初工版 又可以持续给鼠标供电的鼠标电的 那不过显然苹果当然不会考虑我的考虑啊 No.2 如果上一个比较不切实际点 这个就实际多了 全新的iMac没有SD卡槽了 没有USB-A接口了 USB-C接口依然是全在后面的 那苹果为什么就不出一个苹果style的扩展屋呢 虽然说市面上 那个为了搭配苹果设计风格的这个扩展屋啊 数不胜数 但是质量真的是撑之不起啊 当然扩展屋这个东西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啊 带宽性能质量都是好的 动不动三千两千甚至更贵啊 但是造型真的是一言难尽啊 我个人觉得苹果随便加一点注 新出的苹果背夹电池这样可有可恶的联动功能啊 再配合这个高性能啊 除了需要高性能高兼容性的这些用户会抢着买单之外 像我这样的颜值党外加懒汉啊 不愿意到后面去插那个插口的也会剁手啊 只是苹果既没有出MacBook用的也没有出Mac用的 不过显然啊 苹果当然不会考虑我的考虑啊 No.1 最后一个真的就是觉得差一点点就实现了 也就是我们曾经期待过的 但是最终还是失望的可以便携的HomePod啊 当时HomePod mini的这个留言还是比较少的 大家基本预设说是会出一款更小的HomePod 而且呢有人会猜想说 每个是一款可以带出去的HomePod啊 事实证明我们HomePod mini搭配广播啊 双身道等一系列功能的面试虽然是足够亮眼啊 但是关于便携的期待还是落空了啊 虽然我相信这些功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 其实可有可无啊 但是有种比没有好啊 而且啊 呃一部分可能喜欢滑雪啊 开party或者露营的朋友 但这东西谁想放音乐谁贴一下 不想吗 对吧 终究还是错误了啊 不过显然苹果依然不会考虑我的考虑 那不知道你有没有希望落空产品 或者说脑洞大开的期待啊 我也就示意拍这个视频抛转引玉一下啊 欢迎大家吐槽和分享啊 都看到这里来点个赞呗 另外我最近想买一个 嗯 像这个样子的皮质桌面鼠标垫 有没有推荐的朋友啊 做工一定要好一点啊 欢迎留言告诉我 那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